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楼板进行一个隐藏 我们在顶视图上选中所有的楼板 在鼠标的右键里面有一个 将选中的物体进行隐藏 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我们 这一面楼梯的楼道的墙体跟窗户的墙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40 然后我们在顶视图上来看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来画窗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的点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来测量一下窗框的一个宽度 100 我们将点向上 调整100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的窗套都是做的270 添加一个材质 添加一个材质 窗套的材质 然后绘制我们的窗户 然后绘制我们的窗户窗框 SWIFT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对去以墙体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材质 强体材质 进行一个附加 我们看一下CAD 浅黄色浅中黄色外墙涂料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附加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第二个墙体 我们将窗框和窗套进行一个直接的复制 在这里可以使用关联复制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将它的装饰线条进行补上 直接挤出240就可以了 顶视图上对一下位置 将装饰条的颜色更改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乘主 直接向上进行实列复制 复制 复制三个 在最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形状有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将最后一个进行删除 比如在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没复制 是我们的装饰线条 同样的可以复制三个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墙体向上复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在这里我们将主进行解主 选中墙体先修改我们的墙体 将关联进行解除 我们对多余的点形成的造型进行删除 将这些点都进行删除 然后将这个点往上挪 墙体修改好之后 我们再来修改我们的窗套 再来修改窗框 你将左右的点进行往上移动就可以了 然后复制一条线段下来 在中间我们可以复制线段 直接退出到扫描的命令就可以了 这样正立面的这面墙我们就已经建好了 中间的墙体建好之后 我们再来对侧面的墙体进行一个处理 在这里我们将侧面的墙体进行一个补上 在顶视图我们来补一下 如果觉得看不清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几合体进行一个隐藏 隐藏之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绘制的墙体是哪一部分的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先移到该有的位置上 再来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来看一下挤出的一个高度 测试一下 3米4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中我们刚刚绘制的图形 进行一个挤出3米4 挤出完了之后 我们要绘制一个100的装饰线条 在这里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100 对它们两个材质进行一个更改 然后我们再来对它们进行一个复制 先将下面的墙体往上进行复制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测试一下 2米7 然后将装饰线条进行一个复制 这样我们可以选中我们刚刚补好的这面小墙 直接往上实列复制就可以了 现在右边的这面墙我们已经绘制好了 然后将它们在顶饰图上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复制到我们的 左边 左边 对它进行一个层组 然后关联复制就可以了 墙体补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 模型衔接不了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选中两面的墙 中间的墙体和窗框 还有我们的门头 将它们孤立出来 然后来进行一个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组进行一个接组 在侧里面上 我们可以将侧面的墙体 在这里 调低一些 都一起调低 在这里 我们将高度进行一个几处的更改 我们来测会一下高度 2米85 改好了之后 我们再对侧面的墙体 进行一些修改 切换到 侧立面的视图 选中将主进行打开 选中最下面的这一条墙体 然后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 这个墙体到上面装饰线的一个高度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圆进行一个测量 用圆的半径 3745 我们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更改 几处的 然后对位置进行一个调整 这一边的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 旁边的这个 将主进行打开 在这里 直接调整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刚刚是实列复制的 这样左右两侧的墙体调整好了之后 还有正立面还差下面一个墙体 我们现在来补一下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 门头上面的这块板 直接往里调整 底视图 添加一个修改命令 这样我们就还差这里有一个缝隙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一下 在侧里面上进行一个绘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的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这样我们就将这面墙进行补好了 然后更改一下材质就可以了 将主进行关闭 我们将下面的门头进行成组 现在我们将隐藏的物体进行取消隐藏 点击鼠标的右键 全部取消隐藏 然后直接点for 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画的楼板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墙面 在这里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选中最下面的楼板 进行一个取消关联的操作 然后我们来将上面的 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楼板选中 来进行调整 因为上面都是实列复制的 来调点在顶式图上来看一下 在这里将点进行一些调整 调整好的楼板之后 退回到起初的命令 这样就可以了 北利面 我们可以将它添加到层里面进行一个管理 在这里我们选中所有的物体 包括我们的楼板 将它添加到我们的北利面 对它可以进行隐藏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余的两个立面也全部释放出来 南立面和侧立面 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样来看基本的我们已经建完了 现在就还差一个屋顶和一个阁楼层 然后有一些墙面的走线 接下来我们再来完善我们最后的这些制作 在这里我们先来绘制一下墙体的装饰线条 首先我们来绘制它的剖面 绘制好了剖面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它的一个路径 在绘制路径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标准层 或是我们直接根据我们的模型 来进行一个绘制 然后避开阳台的位置 直接开始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它是根据墙体的外面的则圈线进行绘制的 在绘制的时候它是根据墙体的外面的则圈线进行绘制的 飘窗的地方也尽量避开 飘窗的地方也尽量避开 现在可以把它写出来 在绘制的时候 在绘制上有点凉拙体的外面的则圈上 这里是根据墙体的则圈线 就是绘制的方法 所以我们先发现 在绘制直接的内部 它是根据墙体的方法 是根据墙体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绘制的方法 路径我们已经基本绘制完成 然后我们来释取一下它的一个剖面 调整一下它的点的位置 然后将它摆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在这里位置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看CED来进行一个查找 在这里我们在它的上面的这一层这边还有一圈线条 所以我们用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因为要转进去 所以我们要重新添加一根线 在顶次图上我们再添加一根线 我们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附加好了之后将它们移到同一水平位置上 然后退回到我们的扫描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方向反了 其余的地方都是正确的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 可以直接将它孤立出来 将反方向的退回到我们的样条线的命令里面选中点 将它的起始点的位置进行一下切换 在这里选中 在这里选中 使它称为起点 白色的点到了这边 现在就已经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将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白色外墙涂料 然后在上面的一层也有 我们同样的直接复制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关联复制 这样模型的下半部分已基本完成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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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